好,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第二题 他说设AB是实数,那则下列合则正确 他说一定横为真 那这个根号负A等于根号A乘以I对吗 第二个一加三I大于二加I对吗 第三个根号的A过号平方会等于A对吗 第四个根号负2A乘上根号负3A会等于根号的负2A乘以负3A 第五个,这个根号3A除以根号负2B 有没有等于根号3A除以负2B 好,那这个 第一个,这个对吗 这个当A是正的时候是对的 但是A是负的,比如说A是负1 那负1负的负1就是变正E,就是根号1 这个地方就是根号1 那根号1会不会等于根号1I呢 当然就不会了 1怎么会等于I呢 这个是错的 当A等于负的时候其实是错的 第二个,我们说虚数不能比较大小 那你看到虚数再比较大小,这个是错的 第三个,根号A过号平方等于A,这个是对的 就是说当A是正的时候,比如说根号3的平方 那这个就等于根号3的平方就等于3嘛 好,所以当A在里面是正的时候 那出来就是A A是3,那出来就是3 那如果A是负的呢 好,根号负3的平方 那根号负3就是根号3I哦 好,所以它应该是根号3I的平方 好,那根号3的平方就是3啊 那I的平方就是I的平方就是负1 所以这乘起来应该是负3 好,你看A等于负3 这个最后答案也是负3 所以这个呢 它是不管A是正的,负的,0当然对啦 好,所以这个都对,3是对的 那第四个呢 当AB都等于1的时候就很显然都是错的 AB都等于1你就会得到是根号负1 乘上根号负2 乘上根号负3 好,那 根号负1乘上根号负3 根号负2乘上根号负3 A跟B都1 那就是根号负2乘以根号负3 那这个就是根号2I 乘以根号3I 那应该是等于根号6I 就是根号负2乘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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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负2乘以负3 或者是负2乘以负3 根号负2 好,然后 根号负2乘以负2乘以负3 那其实你两个都把它变成负的 负负还是得正 所以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写在这里面 这个还是正6 这个要先做 做完了以后 再看看有没有需要变成I等 好,那这个 所以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 会多一个I平方 I平方就是负1 那所以这里面呢 就是负2乘上负3 好,所以当A等于1的时候 B等于1的时候 这个就是根号负2乘以负3 那它还有个I平方会变负1 所以这里有 当AB等于1的时候 应该要多一个负号 所以这个不一定正确 好 第五个AB等于1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你发现 这边就变成多少呢 就是 根号3 除以根号负2 那这个呢 如果你把它合起来 好,我们先直接做好了 这就变成根号3 除以根号2I 那 这个上面没写 也可以乘以1 分子乘以1 没有问题 1呢 其实就是I的四方 I四方跟它一位分 可以变成I三方 那I三方是等于负I 好 所以就等于负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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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x3 x2 然后i 那 I呢 就相当于根号负1 所以这个又可以写成 2分之3 乘上 那這-1可以沉進哪裏就變成負的 變成負的 變成負的 這個負的可以給上面也可以疊底下 所以它就可以寫成負的 這個3除以負2 所以它會多一個負號 那這邊沒有 當ab都等於1的時候 這裡要多一個負號 所以不一定正確 所以我們答案就要選3